今天520就職典禮 台下政黨大咖的互動也備受關注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藍綠白聊天 自拍樣樣來 唯獨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全程零交流 前後任行政院長陳建仁和鍾榮泰 和前副總統呂秀蓮 三個人則是聊天聊得相當開心 而六都當中 這個首長唯獨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沒有出席 國民黨令議院黨團 也只有藍營的立委西伊鳳 獨自抵達 來總統就職典禮 藍綠白大咖不缺席 取消公務行程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稅先入座 和台北市長黃偉哲有說有笑 也主動上前和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聊天 不過招呼都打過一遍了 就是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全程零互動 一見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立刻上前韓勳合照 前後任行政院長 陳建仁卓榮泰還有前副總統 呂秀蓮三個人畫家子一開 談天笑聲不間斷 不過大人哥似乎還有外物要忙 頻頻滑手機回訊息 甚至一度皺眉 各縣市首長大集合高宏安跑上前找蔣萬安合照 民進黨立委黨團總召柯建民主動和蔣萬安打招呼和蔡清昌 陳啟邁黃偉哲互動熱絡 六都市長當中唯獨新北市長侯友宜缺席 主席要參加賴清的就職心情上感情 我已經遲到了 典禮開始前民眾黨由黨主席柯文哲領軍立院八席立委進場 差一點就遲到 但國民黨主席周立倫原本說在考慮最後確定人沒有來 藍營黨團只有謝一鳳一人到場 大家的確希望說不要參與這個就是就職典禮 但是我認為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大家希望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能夠溝通能夠協商 就職典禮台下各陣營出席率和大咖之間的互動備受關注 在台北最后報道